阿伯今天抗告成功 現在高院積壓庭正在進行當中 隨時會有消息 我們有記者守候在那邊 我們隨時來看整個狀況是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介紹今天跟我們一起守候的 八位貴賓 第一是胡宗信 胡大哥 七凱大家好 第一是國民黨立法委員 蔡正妍 蔡委員 大家好 沈富雄 沈醫師 七凱大家好 司法專家 益鴻 大家好 麥姬律師 台北市議員 宿主 七凱大家好 跟我們一起辦案的玉琦 還有立法委員 賢妖 大家好 還有非常資深的記者 希平 來 我們現在先連線守候在高院的 我們的記者嘉惠 請嘉惠跟我們講一下 目前庭內最新的狀況是怎麼樣子 現在是不是一直有個氣氛 阿扁有可能真的在晚上可以放出來嗎 好的 現在時間已經是晚上九點了 那麼距離六點十分開庭 到現在已經將近三個小時了 不過現在整個家庭還在進行 而且現在還是由陳水扁的 三名律師在發言 那麼剛剛雖然三個律師已經輪番都已經講過了 但是其實主要是針對案情的部分 那麼現在則是針對這個要來積壓 也就是撤壓或者是交保這樣子一個情況 那麼比較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這個律師洪貴三 剛剛在這個法庭裡面呢 是直接把陳水扁之前的兩本護照 也就是一本舊的 那麼一本是新辦的一個護照 全部拿出來交給審判長 那麼表示說 還有這個除了拿了這兩本護照交給審判長 表示說絕對不會逃亡海外之外呢 另外也拿了這個瑞士查扣海外的一些翻譯的文章 這個部分也來直接交給審判長鄧正球 那麼也強調是說 現在呢這些錢5.7億已經全部都被查扣了 因此就算陳水扁到了海外 這些錢他根本都用不到 因為都被查扣無法動用 也就沒有所謂的 因為海外有很多錢 所以可能會有逃亡之餘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麼現在呢家庭是還在進行當中 那麼高等法院的外頭呢 現在也有很多的群眾聚集在這邊 而且呢他們的情緒是到越晚的時候呢 越高亢喔 那麼不時的呢在呼著吼號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高等法院外頭的情況 那麼目前呢這個高院外面呢持續有民眾在這邊守候喔 那麼稍早呢我們也聽到一個比較很不幸的消息喔 就是陳水扁的友人吳文青呢 在今天上午的時候呢是過世了 那麼他疑似是和友人在喝酒喔 然後心肌梗塞來這個突然的死亡喔 就去世這樣子的狀況 那麼律師呢是由紅慧三律師 剛剛在大約是八點鐘休庭的時候喔 來跟所有這個綠營的支持者講 也就是包括了民進黨台北市黨部的主委黃慶林等人 告訴了他們這個惡號喔 那麼當場呢所有聽到的這個群眾也都嚇了一大跳 那有的人是忍不住流眼淚 因為呢這個吳文青可以說是阿扁的 這陳水扁很好的一個朋友喔 那麼包括呢整個整個在開庭之後呢 吳淑珊陳至中來出庭呢 都是由吳文青來開車接送 而且呢吳文青也曾經說過 如果吳淑珊不幫陳水扁付律師費 他會賣土地也要來幫陳水扁來付律師費 不過呢這個紅慧三當時是要求喔 現場所有的人都不要把這個消息告訴陳水扁 那麼陳水扁呢在他後省市其實是沒有電視的 所以他現在呢應該是還不知道這個消息喔 但是待會今天整個開外庭之後呢 呃會不會有告訴他這個消息呢 我們也會來持續掌握 那麼待會家庭的最新情況 我們也會隨時為您做連線報導 現場時間交還彭底主播 好謝謝家衛 機器幫我們守候一下 特別是裡面的最新狀況 謝謝你齁 欸蔡瑋 剛剛家衛特別跟我們講啊 外面現在人參還是頂廢的 不少阿扁的群眾已經過去了 他們說從下午開始很樂觀 已經開始有人在說 幾十萬幾十萬拿出來 有一種說法就是扁辦已經準備了 搞不好已經超過十億了 要中間交保 可是我們就要問啊 今天很重要最高院駁回有三大理由 阿扁剛又動手了 又出了兩招 一個護照繳回 然後第二個呢 連一些翻譯文都拿出來 可以讓他有機會出來嗎 基本上最高法院駁回的 抗告這個駁回的原因 很重大理由說會不會逃亡 那當時在高等法院裁定 逃亡只有兩個原因 外面有很多錢 你知道逃亡的管道 所以你有逃亡之餘 是以這個理由來確立說 因為你有可能逃亡之餘 所以要激壓你 當然包括說這個 重大這個所謂的 嫌疑犯罪 什麼犯罪嫌疑重大啦 還有包括串政之餘啊 但這裡面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只是說他這個最高法院 要求他解釋說 你即使有這 這重大這個犯罪嫌疑的話 現在的嫌疑重大的時候 那你到底有何 哪裡進行這個審判的地方 就是說你即使有這次問題 你還要說明說 為什麼哪裡進行審判 沒有激壓他哪裡進行審判 所以變成說 最高法院是要求高等法院 把這個說清楚啊 所以今天他那個 本的律師打了策略就開始說 先用各種方法證明 陳水平不可能逃亡 第一個 他就把複雜說拿出來交出去 第二個說 我外面的錢不是我摸的啊 收錢洗錢都不知道 錢一盒都不知道啊 對不對 哪有可能說 他為了那麼多的錢跑掉 還有安全隨乎啊 一定會讓他沒有辦法跑掉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證明說 他沒有逃亡之餘 所以我想這個 這個他們的辯護的策略 來來 請教我們司法專家 一鴻 所以你看 最高院駁回三大理由裡面 阿扁的律師現在已經 順著這個在攻防了 包括第一點什麼 如果你說你一定要激壓他 那不激壓就然你進行 審判或者執行 他說啊 你之前要壓他的時候 理由沒有加以說明 這最高院講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你說阿扁 隱匿了海外的這個資金 可是啊 你也沒有具體的 依據的見證在什麼地方 第三個最重要了 他說陳水平是卸任的元首 出入的時候有國安的隨附啊 就算他知道一些逃亡的方法 可是呢 不一定會跑 這三個理由 怎麼樣 足夠讓阿扁今天可以放出去嗎 這個就看認定的問題嘛 最高法院時政認為你高院 用這個理由來壓他 但是你理由沒有講得很清楚 那沒有講得很清楚的話 他就要求你高院 再來裁定 就把你原來裁定 把你撤銷 然後再來裁定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他說他現在又回到原來鄧鎮球那一庭 鄧鎮球當初會這麼認定 那個兩個禮拜來了 他有沒有什麼變動 沒有變動 我覺得他如果這一次壓他的話 他會根據最高法院對他的指責啊 其實也算是指責說你這個沒寫清楚啊 理由沒有說得很完便 他會針對這個 會把它寫清楚 除非 除非他認為說 最高法院這個指責是有道理的 他就會重新裁 讓他交保 所以今天晚上阿扁會不會放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不會 認為不會放 那來誰呢 我有兩個理由 認為阿扁今天晚上還是會繼續激壓 會激壓 人家外面在找保釋金 第一個理由是什麼呢 第一個理由最高法院的三個理由 這三個理由 其實大部分都是第一個 要求高院敘述敘明理由 然後或者是說補充 哪一個問卷 哪一個卷案裡面有說明 阿扁在海外有 藏你大量的金錢 都不是說駁回高院 當初積壓的見解有問題 都不是 只要補充說明哪一個卷案 還有哪個理由 只有這個 所以完全不是反駁高院 當初積壓的見解喔 不是喔 第二個 所以高院只要怎麼樣 把當初的理由說明清楚 還有阿扁在哪一個卷案裡面有提到 阿扁在海外有資產 然後來說明清楚 我認為就足夠了 並不是反駁剛出高院的見解 還有一個是在實務上來說 一般最高法院 他跟審回來之後 到了高院 高院通常都是園庭來審理 幾乎都是園庭審理 園庭審理你要重新揮翻 他自己做的裁定 機會不是太大 你說鄧正求這個何義庭 不會自己打自己的水疤 對一般最高法院 他跟審回來到高院都是園庭 園庭一般來說 他不會去推翻 除非你有很好的記憶 說我的見解是錯誤的 事實認定錯誤的 還有在這裡我提到了 在這裡民國九十年 我們還有一個判治號 三二二號有提到 羈押關鍵是在什麼 關鍵在嫌疑重大 羈押不是在犯罪重大 不是在犯罪重大 所以今天晚上他把護照拿出來都沒有用 你把他所有的財產 包括存責也拿出來 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在這邊我要特別提到一個 特別是第三個理由 他說國安特勤人員 阿扁是現任總統 有國安特勤人員 所以呢應該沒有逃亡之餘 這點我特別要 要向最高院來說明 這個是國家安全局 特種勤務實施辦法 我們的特種勤務 包括現任總統跟 卸任了總統副總統 他的工作只有做什麼 只有在維護安全 不是在限制他個人行動 完全不是 包括現在我們 特種勤務條例也是一樣 完全沒有 沒有給他 特勤人員有限制 保護對象的行動 居住 什麼自由 這個權限沒有 因此 換句話說 如果說阿扁要逃亡 也好或做其他的行動的時候 特勤人員是無法阻止他的 何況特勤人員到今天為止 沒有司法警察權 他根本都不能限制任何人的行動 在這個情況之下 阿扁即使有國安維護 他還是可以自由行動 顯料提的這個文件是很重要的 我們請你把這個文件交給 最高院那邊可以參考一下 可是我們要問的 我現場的律師在嘛 今天最高院駁回是三大理由對不對 他提到兩個點 一個包括 你說阿扁這個引力海外資金 他說你這個 裡面沒有具體的依據的見證 所以剛剛逸鴻講的嘛 你今天如果還在壓他的話 你要跟我們講見證在什麼地方 第二個 就是你還 他認為說你如果逃亡的話 他是沒有機會逃亡的 對 其實剛剛請人耀哥 我稍微回應一下他 基本上最高法院都是這樣講說 你我認為說你這邊積壓的理由 可能理由不備 你要再把他講清楚 他就可以根據這個 高院不清楚的地方 把他撤銷花回更審 這是第一點 那另外我們看到說 有關於最高法院今天跟 跟財發回跟財的一個理由 三個理由嘛 第一個理由就是法條的敘述 這點我們就不再講 因為觀眾朋友一定很知道 積壓的三要件 是什麼樣的一個原因理由 那其實積壓 他是確保訴訟程序的進行 而不是說你就一定有罪 第一點我們就不再討論 那第二點我們來看 第二點他主要的重點 是在講說什麼 他在海外有藏利有隱密資產 可是重點是在於說 你海外有錢跟要不要積壓 其實他並不等於的 並不是說你因為海外有錢 我就必須要積壓你 這也不是積壓的要件 所以我覺得這個高等 最高法院這樣的理由 顯然也欠缺薄弱 那第三個理由 我覺得更 我是指反對的一個意見 他說因為他有隋安人員在旁 所以他更不容易能夠脫逃到海外去 可是記不記得高院法官是怎麼講 因為你是總統特殊的身份 所以你更熟悉怎麼逃亡的一個路徑 因此你就可以覺得說差異怎麼這麼大 同樣都是總統的身份 高院的見解跟最高法院的見解 卻是南遠北側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個 盧泰宇自殺 跳癌自殺那個案子 也是有國安隨後在旁邊 他也是把他支開 然後就噗噗就跳癌自殺了 所以其實剛剛顯耀哥也講得很清楚 國安隨後只是在保護他的安全 而不是在限制他的自由 因此用這樣的理由 來認定說積壓理由不備 我覺得還有有欠思考 所以我認為今天的積壓庭 應該會繼續積壓 我再補充一句話 在立法院的時候 在上個會期我們曾經詢問過 國安局局長 問他說 如果說我們國安特勤 維護阿扁的時候 那可不可以保護 或是限制阿扁 如果他逃亡的話 他告訴我們很清楚 在立法院 國安特勤只有做安全維護 他逃亡 他不僅沒辦法阻止他 而且也不能擔保說 可以把他抓起來 或限制他的行動 不可能 所以顯耀今天不准代表 所以這點我特別要跟 高院跟最高法院來報告一下 賢掉講這個很重要 你不只是文件 這在立法院 這個行打是正式的 你提到非常清楚 可是希平 可是希平 今天第三點清楚 是這樣講的 他說什麼 抗告人是什麼 卸任的總統 他依照卸任總統 副總統的條例 連條文都跟你講 第二條 第一項 第五款 還有第二項的規定 他享有國安局 提供之安全護衛 8到12人 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加派啊 所以他說你終究知道 他什麼逃亡的方式 實際上他逃亡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他在柏尾說 你把阿扁這個事情給人家重來啊 最高法院是法律審 他就是在你文字上面 來找些毛病嘛 所以很簡單 第一點他說理由 上嫌理由不備 意思就是說 你把理由寫充足點嘛 第二點 他說這個因為你沒有住民 可憐卷宗任地有未當 所以你就把卷宗寫清楚點嘛 所以前兩點沒有問題 意思就是說你作文太簡單了 你看 作文簡單 請你把作文寫豐富一點 第三點就你講的這個問題啊 其實太簡單了 為什麼 這一點我不曉得 為什麼最高院會提出來 因為這一點 阿扁在上個月 地院判他無期徒刑之後 他馬上一審結 他就提出這個解除羈押 他在申請解除羈押裡面 就提了這一點 就提了這一點 這是上個月 蔡守遜在他申請 一審審結解除羈押裡面 寫的裁定書 裁定書裡面說 絕非監管卸任總統之行動而設 故卸任總統之隨護 實無強制行動力之法定權限 亦不負監管卸任總統行蹤 政治通報司法機關之則 是以國家安全級提供護衛 乃系維護總統的權利 他說不得違反被告的自由意識 對被告行為也不能限制 就是說蔡守遜在裁定書裡面 對於阿扁提出說 我國安局有人跟收我 您看寫得很清楚 意思說這些人 是不能限制你的自由的 不能違反你的自由意識的 也不是去捐款你的 其實蔡守遜的裁定書 已經給高院很好的一個答案了 明明白白寫對不對 是上個月的裁定書 今天還有一個重要的新聞 剛剛有記者傳回來的 台北法院的法官出來講 他說最高院去撤銷高院的積壓案 阿扁是第一人 又創了一個司法的紀錄了 來問犯案的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很特別啊 他是五個 最高院今天是五個法官耶 沒有錯 這個我看了以後 大家把它當成一種 有一種八卦的心態在那邊 好像鼻子都有一種心結 好像是幸災樂禍那種感覺 閉眼在幸災樂禍 高院你也會碰到這種情形 這個不是重點 我們講說這一次高院 會把他抗告讓他成功 他那個意思 有一點意思就是說 你高院的裁定太草率了 你一開始就講二十分鐘就想要裁定了嗎 後來拖了一個半小時 結果擠出這一篇東西出來 而事實上最高法院呢 他根本也不看你前面地驗的這些東西 他們也只看你高院的這一篇這個裁定文而已 看完以後 那個各位要有一點概念 大家都要有一個概念 不管是法官也好 檢察官也好 你寫的每一樣東西都要有索本 高院的意思說 你必須要有索本 所以說你這些理由 他就是意思說 要你把你這些理由把它補充清楚 我也支持這個顯耀兄所講的 這個還是發回顏何怡婷在裁定吧 顏何怡婷第一次裁定羈押 那第二次呢 沒有經過任何審理 沒有新的事實 沒有其他的改變的事實的情況下 你可能再撤回嗎 把他撤銷羈押嗎 給他交保嗎 所以說我的看法也是不會交保 那可能還是要羈押了 那至於說他前面講的這三個理由 這三個理由說實在 高院的法官啊 在前面的見證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假如說還不清楚的話 有很多這個在座的先進啊 可以提醒他一下 來 議員 那個我覺得你剛剛這條新聞 我覺得有點問題 有點問題 是記者採訪回答新聞啊 對啊 我覺得記者外行的嘛 所以他講說最高法院 把那個高院的裁定把它撤銷 陳澤北是第一個 我覺得不會相信 你查一下 因為你高等法院所做的 積壓的裁定 他的抗告法院就是最高法院 他只能向最高法院抗告 那以前都是在地院 對一審的抗告才跑到高院嘛 所以都是高院在裁 那現在高院與裁就跑到最高法院 那最高法院認為陳澤北抗告有道理 那把高院的裁 把它劃回跟裁 怎麼會是第一個呢 我覺得其他的案件 如果是查一下 那就算他是第一個 也不具任何司法的意義 好 沒有關係 這是記者採訪回來了 可是我們更要注意的 第一個至少是罕見的 而且是五位最高院的法官 而且我們發現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等一下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裁定書的三點 奇怪的 有一點跟阿扁的抗告書 幾乎是延文抄過去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我們要討論一下 馬上回來